假年四旬旗第四主日 弥撒福音 攻读圣若望福音 那时候耶稣前行时 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的门徒就问他说 那比谁犯了罪 是他还是他的父母 竟使他生来瞎眼的 耶稣答复说 也不是他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 而是为教天主的工作 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趁着白天 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 黑夜来到 就没有人能工作了 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以后 遍土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了些泥 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 对他说 去到史罗亚水池里洗洗吧 史罗亚姐说 被派遣的 瞎子去了 洗了 回来就看见了 于是 邻居和那些素来 曾见他讨饭的人 就说 这不是那曾 坐着讨饭的人吗 有的说 就是这人 有的说 不 是另一个很相似他的人 那人却说 就是我 他们问他说 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样开的呢 他答复说 名叫耶稣的那个人 祸了些泥 抹在我的眼上 给我说 你往史罗亚去洗洗吧 我去了 洗了 就看见了 他们又问他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 领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或 离开他眼睛的那天 正是安息日 于是 法利赛人 又结问他 怎样看见了 那人就向他们说 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 我洗了 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 有的说 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 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 有的却说 一个罪人 怎能行这样的奇迹 他们中间便发生了纷争 于是 他们又问瞎子说 对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 你说什么呢 瞎子说 他是一位先知 可是 犹太人 不肯相信 他先是瞎子 而后看见了 等到叫了 复明者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 他生来就瞎吗 怎么他现在 竟看见了呢 他的父母答复说 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的儿子 也生来就瞎 如今 他究竟怎么看见了 我们却不知道 或者 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问他吧 他已经成年 会说自己的事了 他的父母 因为害怕犹太人 才这样说 因为犹太人 早已议定 谁若承诺 耶稣是墨西亚 就必备逐出会堂 为此 他的父母说 他已经成年 你们问他吧 于是 法利赛人 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 叫过来 向他说 归光荣于天主吧 我们知道 这人是个罪人 那人回答说 他是不是罪人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曾是个瞎子 现在我却看见了 他们又问他说 他给你做了什么 怎样开了你的眼睛 他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愿意听呢 莫非你们也愿意 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辱骂他说 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 我们是霉色的门徒 我们知道 天主曾给霉色说过话 至于这人 我们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人回答说 这真奇怪 你们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却开了我的眼睛 我们都晓得 天主不服听罪人 只服听那恭敬天主 并成行他旨意的人 自古以来 从未听说 有人开了声来 就是瞎子的眼睛 这人若不是由天主来的 他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却向他说 你整个生于罪恶中 竟来教训我们 便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 他们把他赶出去了 后来遇见了他 就给他说 你信人子吗 那人便回答说 主 是谁 好是我去信他呢 耶稣对他说 你已看见他了 和你讲话的就是 他虽说道 主 我信 遂俯伏朝拜了耶稣 耶稣遂说 我是为了判别 才到这世界上来 叫那些看不见的 看得见 叫那些看得见的 反而成为瞎子 有些和他在一起的 法利赛人 一听了这话 就说 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 耶稣回答说 你们如果是瞎子 就没有罪了 但你们如今说 我们看得见 你们的罪恶 便存留下来了 上主的圣言 intérieur 大概快点 我们要注意 那些团体